王鯉良 明好 你好 很難得有機會來這裡 畫夢之中也可以來 沒這麼說 以前在這裡住嗎 住到90年代 現在多謝你開放到這裡 變成各界人士也有給你看看 整個概念就是中式為主 中西合璧 沒有什麼完全中 所以有些跟別人不相同 有些東南亞色彩 浮標 那些是因為在那邊拿過來 即是在南洋 這裡活化將會成為中西並重音樂學校 現在我們身處的地方是一個傳色區 平時公眾可以進來看 以前的大宅氛圍 以及以前的傢伙都擺出來了 這個空間我們也會有不同的演奏 來磨一格開一個月或兩月一次 將這些傢伙擺在一邊的時候 這裡都會容納到大概五六十人的 一個小型的演奏會 因為我們這裡空間大 所以我們主要的對象都是一些失惡的表演 其實虎泡別墅的建築特色 就叫做一個中式節衝主義的建築特色 其實顧名思義就是中式和西式的建築 都混合在一起 其實就像這個空間一樣 它的構思和佈局都是很西式的 一個西式大宅的氛圍 但是裡面的裝飾又很中式 譬如好像很特別 這裡就有兩個室內的飛纖 這裡有中式的擺設 裡面的古製 一邊就畫了一個 姜太公釣魚的古製 另外一邊的就是八仙過海的古製 越門就很中式 一個是很多中式的花園 亭塘來國都有一個越門擺設 中間的彩繪玻璃就來自意大利 當年大宅大概有120塊彩繪玻璃 我們花了大概四個月的時間 都復仇了最美最大化的 20塊彩繪玻璃亦都放出來給大家欣賞 如果你是參加我們的導賞團 就會來到一個這樣的空間 其實這裡就是以前的其中一個套房 套房中間的火爐和木器 我們都保留在這間房間 雖然已經轉了做一個Lift Lobby 但是我們亦與此同時 就將萬金油花園留下來 有一些擺設 例如背後的日晨和月晨 都藉著這個機會展示給大家 除了這個空間之外 參觀的導賞團亦都會去到以前的主人房 以前的主人房有特色的地方 就是它的浴室 我們都原則原味保留開放給大家看 另外一個空間 是一個以前的隔慢 亦都保留給公眾參觀 另外頂樓就是佛堂 亦都會變成一個音樂課室 參觀導賞團的朋友亦都可以看到這個空間 製造了就可能等待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很漂亮 就算現在看不完其他的報警 都發覺原來真是很仔細的手工 很金壁輝煌 但是我們在後面 又看到一些很有歷史紀念的樓梯 覺得可以保育到樓梯 以及階級的設計很有價值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